保姆拿着手机扒开男人眼皮 解锁手机后竟然躺了下来 接着露出香肩 躺到男人怀里 随后举起手机 对着两人咔咔就是一顿拍 做完这一切 她端起旁边的早餐大声喊道 很快妻子就走了进来 见丈夫还在睡觉 于是拿起手机 让她看看现在几点了 当看到屏幕上的壁纸后 她非常生气 质问丈夫这是怎么回事 丈夫顿时蒙了圈 妻子则哭得梨花待雨 说我跟了你这么多年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丈夫见状 让保姆证明两人根本没有什么 没想到保姆低下头说 我们相爱很久了 丈夫刚要解释 却被妻子打断了 说我不想听你的狡辩 咱俩婚前有过约定 谁出轨谁就净身出户 说着把照片发到自己手机上 然后转身离开了 可到了外面 她立马跟情夫打了个电话 说丈夫很快就会离开 咱们的好日子要来了 打完电话后 对保姆说 可保姆却说 你这样做对先生不公平 小美眼睛一瞪说 你忘了是谁给你的工作 其他的事不需要你操心 保姆急忙道歉 随后就去干活了 可打扫房间时 没想到小美跟情人正在打扑克 见保姆进来了 问她为什么不敲门 保姆想要离开 却被制止了 说现在我们不用躲躲藏藏 你继续干活吧 随后两人盖上了被子 保姆趁他们不注意 偷偷拿起手机 把她跟大壮的照片删掉 接着打开录像按钮 把手机放到香炉上 镜头对准了床 等两人离婚这天 妻子说有丈夫出轨的证据 说着把手机递了过去 可律师点开一看 上面竟然是她跟情夫的视频 她急忙抢过手机 却为时已晚 律师说出轨的是你 净身出户的也是你 这是保姆端来查水 小美说是她在陷害我 小美很生气 说你立马从我们家出去 却被丈夫制止了 说你想待多久都行 这是我的家 律师趁机道 现在你净身出户了 小美大吼一声 不甘地离开了 你说她是不是自作自受 女人把儿子从18楼推了下去 还兴奋地机长庆祝 可诡异的是男人竟然悬浮在空中 然后就稳稳落地 可老妈还不死心 拿起两米长的水果刀 用力轻轻一扎 下一秒 伤口竟然神奇愈合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难道刀子有问题 一转身 对着小儿子扎去 疼得他哇哇大叫 随后接过刀子 爬到床上 也想试试 不料大壮醒了过来 用手轻轻一推 弟弟直接腾空而起 把金丝楠木柜子 砸了个稀巴烂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有了超能力 就在遥远的一天前 大壮为了保护神术 跟光头墙打了起来 从小习武的他 居然被按到树上摩擦 就当光头墙拿出电锯 想解决大壮时 突然一道闪电劈了下来 十万伏电压 把光头墙击飞二十里后 掉进了河飞水里 而大壮则打通了任督二脉 背上还多了个神秘的图腾 晚上又被街溜子拦住去路 他拉起弟弟就跑 速度比星爷还快 子弹打到背上都不觉得疼 只见他大吼一声 用出吃奶的力气 一溜烟跑回家中 低头一看 皮鞋竟然冒起了烟 袜子也冒出阵阵仙气 从此之后 他苦练中国功夫 一拳能垂碎十块砖 引体向上能做三百个 老妈还为他制作了超人战衣 并取名飞行侠 可从窗户里飞走后 瞅了半天都没看到人 结果往下一看 大壮正在地面上飘着呢 原来他有恐高症 还被街上的流浪狗追着跑 想护送美女回家 没想到迎接他的是防狼喷雾 这天一群劫匪正在抢银行 现场一片混乱 大壮从电视上看到报道后 换上装备 一群劫匪正在抢银行 这时一个超人飞了过来 可速度太快 把警车都给撞坏了 突然听到一声枪响 他举起胳膊腾空而起 飞进了银行 可刚落地 就被团团围住 紧接着无数子弹射了过来 只见他一个闪身 躲过了所有攻击 终为一切仿佛静止了一般 他还是一脸的蒙圈 原来由于速度太快 时间都静止了 蘸点酸奶放到嘴里结结缠 然后扔掉歹徒的枪 把子弹移动下位置 让他们互相攻击 然后一跳三米高 举起沙包大的拳头 将老大捶了出去 他因此一战成名 还让他表演下绝技 只见他腾空而起 人们抬头找了半天 终于在头顶看到了他 从此他成了人们心中的英雄 救人于危难之中 上到刚会走的孩子 下到99的老太太 都疯狂的迷恋他 可这天一只漆黑的手 从河废水里伸了出来 他全身黑漆漆的 透过眼睛和嘴巴 才知道是个人类 医生给他检查时 发现身体非常强壮 而血液却是黑色的 突然他眼睛一睁 挥手将一声扇飞出去 只要碰到他 就会瞬间腐蚀 眨眼间屋里的人就领了盒饭 可老板非常高兴 还给他打造了一套战甲 画面一转 飞行侠去菜市场买胡萝卜 可出门没带钱 幸好有女粉丝替他解围 突然把女人拨到一边 躲开飞来的电线杆 黑雾中走出一个高大的身影 男人一声大吼 附近的水果滩就发生了爆炸 吓得人们四散奔逃 大壮快速跑了过去 一个格党 就把光头打飞出去 正当他得意时 不料被光头撞倒 可大壮练过中国功夫 打得光头节节败退 即使用出电钻 大壮的伤口也能快速愈合 甚至骑在他身上一顿暴揍 紧接着扔到池塘里 又是一顿胖揍 最后一记生龙拳 把他打出水面 在地面滚了18拳后 又补了一脚 不过大壮还是饶了他一命 回去交差时 老板对光头很失望 可光头在闻到二手烟时 却异常的兴奋 猛得深吸一口气 觉得浑身舒坦 伤口都在快速愈合 原来废弃物能给他提供动力 于是飞到天上 专找烟酮多的地方 在吸了三天三夜废弃后 变得越来越强大 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 于是来到商场搞破坏 正当他得意时 以下就被大壮顶飞出去 可下一秒 大壮就被弹了回来 紧接着又是一顿锤 可光头却一点事都没有 随后拿起脚手架 哭吃就是以下 可脚手架都干碎了 光头还是没事 这下该光头反击了 打得大壮毫无招架之力 连小女孩都看不下去了 最后一记冲天拳 把大壮打上了天 按在汽车上又是一顿爆锤 都被虐成狗了 大壮还想着摆pose 之后又被光头扔出无理地 他在空中转了一圈后 又飞了回来 一个加速把光头干翻在地 紧接着就是雨点般的连环暴击 可光头还跟没事人一样 裂开大板牙 冲大壮笑了起来 然后一拳把大壮锤飞出去 广告牌都砸碎了好几个 然后腾空而起 脚用力往下一踹 旁边的小汽车被震飞三米高 随后用力一扔 正好掉到神树里 紧接着又是一顿毒打 大壮坚持不住晕了过去 当光头对母亲下手时 被大壮抓住了胳膊 一拳把他的武器打坏 然后把光头打到空中 他知道在充满污染的地球上 根本打不过光头 于是带着他越飞越高 直接来到了月球上 这里一切都是纯天然的 大壮的自信又回来了 光头失去污染物的支持 力量越来越小 开始被各种虐打 又轻轻一甩 竟然把旁边的太空飞船撞烂 上面的污染物让光头瞬间满血复活 可大壮根本不怕 把收集起来的信仰之力 汇聚到乾坤手镯中 一个飞扑冲向光头 他不停地旋转 像无间不摧的钻头一样 扎入光头体内 下一秒 他就破裂成无数碎片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要爱护环境 一颗流星从天而降 冒着黑烟落到地上 小伙儿刚要逃跑 可扭头一看 大树上方竟然有架飞碟 他急忙举起摄像机 只见飞碟竟然悬浮在空中 还在高速旋转 可下一秒 他就消失不见了 突然两架直升飞机呼吓而过 朝山谷飞去 小帅收起摄像机想回家 没想到身后出现一个外星人 他似有所感 慢慢转过身去 死死盯着外星人 同时按下了手中的摄像机 可外星人一句话没说 就转身离开了 小帅急忙往山下跑 想离开是非之地 可跑着跑着 突然眼前一黑 就失去了意识 仿佛置身于奇妙的空间中 半天后他才醒了过来 急忙拿起摄像机一看 幸好外星人的视频还在 而且他双脚离地 越飞越高 与此同时 他感到手臂非常疼痛 可上面没有任何伤口 回到家后 他对着电视发呆 可一瞬间 电视就消失不见了 然后伸手摸了摸 竟然穿过了一道结界 手进入了另一个时空 然后慢慢退了出来 又死死盯着前方 没想到电视搜的一下回来了 随后又对准了摄像机 摄像机也消失了 难道自己有了超能力 第二天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发现骨头上有道白色印记 似乎做过手术 可伤口非常正齐 比头发丝还细 更诡异的是 身上没有任何伤口 随后向好友炫耀下超能力 只见他死死盯着杯子 下一秒 杯子就消失了 可好友却一脸淡定 手轻轻一抓 杯子就回来了 还说这就是障眼法 小帅见他不信 于是拿出了摄像机 好友定睛望去 窝了个乖乖 还真拍到了外星人 于是把视频发到了网上 顿时引起一片滑蓝 甚至他还上了电视 可为了流量 主持人说视频是假的 并且越来越多的大V 开始攻击他 这天他收到一条留言 对方说自己也有同样的经历 于是约到咖啡厅见面 外星人抓住女孩的手 把银手镯套在手腕上 只见绿光一闪 手镯竟然一分为二 胳膊也成了两段 这可把几人吓傻了 随后从里面飞出一个跟踪器 被外星人拿走了 紧接着小手轻轻一挥 手镯又慢慢靠近 恢复如初了 原来就在几天前 小帅在餐馆吃饭时 他一抬头 身后的餐具就飘到了空中 桌子上的咖啡也在慢慢移动 眼神所过之处 一切都悬浮在空中 这时女孩终于出现了 她在很小的时候也失踪过 手臂也会无缘无故的疼痛 并且拿出很多搜集到的外星人消息 甚至说月球上都有外星人 这天一个记者找到小帅 说只要他愿意做测谎实验 一切流言就能不攻自破 经过一系列测试后 表明他根本没有撒谎 可就当他要离开时 两名黑衣人走了进来 二话不说把小帅带了出去 他拼命挣扎 终于挣脱了束缚 可没跑几步 黑衣人射出一道激光 他就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后 发现自己被关了起来 透过门上的玻璃 看到小美也被抓住 他用出超能力 把手挣脱出来 然后抓起旁边的铁架 对着机器人 框框就是两下 没想到机器人 竟然流出了岩浆 随后他就夺门而出 找到小美被关押的密室 手轻轻一挥 门就打开了 冲过去给小美松绑 然后跑了出去 可外面都是机器人 双方就打了起来 而出口被锁了起来 小帅用出超能力 在机器人赶来的最后一刻 终于打开了门 他们这才逃出升天 之后通过超级黑客大胡子 找到了第一个被外星人抓走的人 一辆汽车竟然飞到了空中 男人刚想看个究竟 汽车又哭吃一声掉了下来 正好撒到他的车上 男人急忙打开门 看到空中有一架高速旋转的飞碟 顿时蒙了圈 紧接着一道绿光射了下来 照到大壮身上 随后不由自主的腾空而起 被吸到飞碟里 从此之后他就人间蒸发 没想到胡子哥竟然联系上了他 原来他躲到森林里 周围都是摄像头 只见大壮拿出特制的喷雾 把跟踪器屏蔽掉 原来二十多年里 大壮一直在研究外星人 并且研发出 能将外星人语言转化成普通话的机器 他根据小帅提供的信号得知 外星人两天后会再次来到这里 果然两天后小帅找到了外星人 通过机器跟外星人交流起来 原来他们在寻找宇宙的起源 而地球上有很多伟大的人 比如玉皇大帝 卢来 老子 耶稣等 他们都超越了外星人的认知极限 然后把手镯带到小帅手上 一道绿光闪过 手镯就分开了 正在这时 FBI大军赶到这里 把小屋包围起来 而小帅的手术还没有结束 大壮刚出来 就被一枪击毙 然后小美也被击杀 这时手术终于完成了 外星人说 只要你集中注意力 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然后后退几步 就消失不见了 小帅闭上眼睛 用出超能力 顿时时间被静止 外面的激光都被静革到空中 她抱起小美 穿越到平行世界里 然后又把大壮和胡子哥揭露过去 外星人利用超能力 把小美和大壮就活了 而外面的FBI进屋后 发现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一抬头 却看到一架高速旋转的飞碟 眨眼间就消失不见了 从此之后 两人搬到遥远的地方 过起了二人世界 毛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